天外外嚇 超古文明 宇宙石雲落 我是和你一一探索 天啟指望 好 回到新一集 天啟指望 博士好嗎 大家好 博士 我們今集就講講簡易版的來年的預測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course 預測明年的股市 分析每個月的走勢狀況 每年立春之前都會有這個 有些聽眾就說 其實在報告班或者買錄音之前 我想聽聽有沒有一些簡易版大概的預測 博士就說 那好吧 我做個簡易版 告訴大家明年整個股市在一個尖聲預測和奇門預測裡面會出現什麼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才會再買一個是每月分析的版本 沒錯 等於是一個大氣候 一個小氣候 大氣候就說overall的情況是怎樣 像甘比所說 有些想比較specific的 即是說哪些股票 哪些板塊 指數會怎樣 就會有一個小氣候的版本 專門講一些板塊 即是細節一點的東西可以分析 首先來說 我用奇門和占星這兩個預測 現在一起預測2020年的股市和經濟的走勢 接下來呢 即是一月 二月 即是一二月 即是一二月的情況 在奇門盤來說 出現了一個叫毛家丁的格局 毛家丁 毛家丁在奇門來說叫青龍若名 青龍若名是一個比較好的格局 現在其實股市也有一個吉祥 中美貿易戰會在很快不久之將來 就會簽 簽了一個first draft 即是簽署 即是第一階段的大家的agreement 對這個股市也有一定的利好狀 在奇門盤也有一個青龍若名的格局 而且裡面的門有京門 天瑞星 九地這些現象 為什麼呢 九地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是九明九地 地就一定在地底 即是收收埋埋 代表了 其實中美這個談判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暗著的 現在雖然說 表面上就拿手 拿爬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美國就不會有就此滿足的 當然啦 現在他都是因為 說真據 選舉而已 所以他要先給一些東西 沒錯 拿個成績表先 特朗普都要跟一些選民 或是跟他的黨交代 我做了事了 我逼到中國簽了一份東西 都要有證明 所以他這份東西就好像金比華仔 成了這麼急 所以他就一定要讓人看到 我的成績表了 是呀 我有交代了 所以九地就說 其實兩個都是收收埋埋有些險著的 我之前在股票的預測 都說了 其實中國的代表 其實他們早就說 簽了第一階段的決定 都不代表有什麼 都覺得 即是說 前重令市長王岐帆 這位是現在貿易代表的其中一名要員 都說過 就算簽了這份東西 其實關鍵就是 美國是不斷 反口 要求中國 除了給錢之外 還要給命 給命 給命的意思是 他就要不斷勾索 要一些條件 大家都是爽權欲覺的條件來的 大家都明白了 然後中國就回覆你一句 給你一條帽子 對 給你一條帽子 或者是企眼 中國的態度一直都是企眼 其實中國現在一向都是 盤了一路的宗旨 就是很難還手 還不到什麼手 只是一個企眼 即是不要踢東西 經門也代表有官司 訴訟 口是非 會鬥爭等 亦都表現了剛才我說的階段 其實大家在兩龍相就 也是事實來的 美國是佔了先機的 中國是處處防守 防守 防衛的階段 還有天銳星 天銳星是一個大空星來的 在奇墓來說 代表一切的所有病 所有不好的事都發生 亦都正正的應驗了 現在香港 是否有第二代的沙士會 武漢的沙士會有機會傳入 以我的占博來說 很多朋友都問我 會不會有真的發生 應該有很大機會有這樣的散播 但是會不會發展到 像2003年沙士那麼大規模呢 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可能性會比較小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的醫療系統 或警報系統 已經做了一個這樣的演習 就是防止沙士再度發生 應該世衛都有這樣的演練 其實很多衛生組織 其實對沙士已經進行了 一定某程度的 防禦 即是一個突然事故的計劃 如果真的發生 他們都會有一定措施去應對 所以大規模的散播 好像發展到2003年的沙士 機會率比較小一點 但是這個狀態 都會對股市造成一定影響 一定一定 因為某程度來講 如果有這樣的病毒 一定會有恐慌性 因為恐慌性 第一時間顧著什麼 顧著條命 會買股票嗎 一定不買 所以會對消費 或各樣的購物 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自然 即是沒有人消費 經濟就會跌 所以1、2月真的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旗門盤也顯示了 其實2月17日至3月10日 都會有水星逆行 水星逆行是代表什麼呢 會發生在雙魚座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情況就是 一些人會受到這樣的消息 或者是受到這樣的不利因素的影響 這些人就會突然反應很快 有很大的反應 例如現在未見武漢沙士 有什麼散播 口罩已經是埋斷事了 大家不要看新聞了 口罩已經是埋斷事了 所以不是有這樣的 人打算備定貨 或者用來炒 你知香港什麼都可以炒 團職這些貨 團職口罩 這不僅僅是一堆人買的 還要是黑色的 沒錯 因為口罩是有文化的代表 所以這些也是一些沙爾效果 講完1、2月就講到3月了 3月的旗門盤有貴家紀 我們的格局叫做華蓋地戶 華蓋地戶就說那些人遇到困難就會避開了 躲避的意思 3月來講 我估計 剛才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那些人慢慢會有一個躲避意識 所以3月來講 如果在股市或經濟方面 就會有一個比較穩打穩健的效果 那些人開始 比如說遇到剛才說的武漢沙士 或者一些突如其來的衝擊 就是美國中美貿易戰的衝擊 那些人開始避險 在股票的層面來說 當然會找一些避險資金去投入 例如買黃金 購買資源股那類 那當時的援鎮會升一些呢 其實現在油價已經在升了 因為大家知道外圍政治有些動盪 油價其實正在升了 如果加上這些不利因素或各樣的問題 對於一些油價 或者一些金的板塊 可能會受惠 即是有人會追捧 其他有九天 開門 還有天柱星 這個組合 代表什麼呢 開門說明是一個開始 也代表了我們中國人的過年 過月年 萬物也是一個新的景象 可能在三月開始就會有些新的消息 或者一些新的舉動發生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們也說過 有些新的新股上市 還有香港聯交所去收購別人的 即是外地的一些證券商 可能這些真的會有些希望的實現 希望他真的可以做到一些 將香港的金融可以推出去世界 因為聯交所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今年 他都不斷在尋求 想和別人合併 或是購買別人的 沒錯 為什麼呢 你一定是要什麼的 要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Merchant Acquisition 一定是MMA的 做MMA 一定是要做一些舉動 你才可以壯大的 所以下年也在三月份 在這個時間可能會有些舉動 因為天主星也說明是一個 等於我們的破軍星 在我們的風水來說 破軍是說什麼呢 就是要破虎尋舟出去 就是要出去搖 出去搖 你不搖就不能搖 所以就是這樣 去到四、五月 四、五月在奇蒙盤出了一個任家根 我們格局叫做泰伯琴舍 泰伯琴舍的意思是 就說有些東西就會捉到了 泰伯琴舌 是的 泰伯琴舌 就是等於以前的 簡單一點就是 已經捉到一條大鱷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其實是說 有可能有些問題 就好像現在的 捕捉到一些頭目 可能會捕捉到一些頭目 OK 意思是這樣 是的 可能我估計 因為他在說這件事 捕捉到一些頭目 捕捉到一條大蛇 將一些邪惡否證 這個格局就是這樣的 在奇蒙盤來說 所以唯一貼應的 相關的事件 一定是捕捉到一些頭目 或者可能剛才說的 即是說我們的聯交所出去 可能捕捉到一個東西給我們收購 我心想是不是股票 可能社會運動還是社會運動 如果另外的話 可能是因為聯交所那件事 是的 可能是這樣的 即是他說 琴蛇一定會捕捉到一些頭目 捕捉到一些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大的投資 是的 這個格局 在奇蒙盤來說 剛剛是一個撥亂反正 即是說將一些不好的東西 捕捉到頭目 即是我們以前的打仗 即是行軍是 琴賊才是琴王 一定是琴王才可以解決 所以可能是有這樣的格局 加上盤裏面有 直乎、幽門、添心星等格局 直乎說明就是首領 首領去捕捉到一條大鱷 接著幽門的意思是 人們捕捉到大鱷之後就可以休息一下 即是可以喘氣了 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那麼亂了 天心星亦都說要居於領導地位 去領導一件事 即是可能將一些東西撥亂反正 要有一個首領出來帶領一些東西 即是搞定它 可能4、5月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到6月 6月我們旗門盤是瑜伽丙 叫做奇而得衛 奇而得衛 這是有幾好的格局 即是吉星上陰 即是以前的 等於好像剛才剛才 有幾連貫的一個劇情 劇情幾連貫 就是捕捉到一條大蛇 有些可能新的景象出來了 剛才說的新的領隊 新的頭目 就開始要帶領一個舊的班底 去走出一條新的路 可能就是說 在6月那時候就會比較新的景象 是 也有其他的譬如騰蛇 新門 天逢星這些組合 新門都說明是跟房地產 資產、錢等很大的接觸 意思是在房地產或經濟方面 就有一扇新的景象 但我想問這個新的景象 是升還是跌? 格局是好的 我覺得是升的 6月份是一個吉的格局 但是有騰蛇、天逢星 顧名思義說也有些虛假 騰蛇是虛假的 天逢星是一個賊人、探狼 就是偷東西的 顧名思義說雖然是有些新的景象 但也有些虛假 或者有些人從中獲利 之後就離開了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覺得這個大使穩步上揚 但也不要這麼急進 也一定有些大鱷來攪陣 哦 這個6月的情況 我覺得是主吉的 但也有空 OK 主吉也有空 到了過完6月 接著就到了7、8月 7、8月在奇門來說 就有個叫丁家墓 叫做青龍轉光 貴人升遷 也是一個吉的格局 顧名思義就說貴人升遷 可能有些新人士新的作風 現在正正就說 咦?我們中聯辦這個新的人上了場 會不會有些新人士新作風 他這個頭上了場 自然他的馬都要換 是 這些是不是一個換馬的時間呢 有些新的景象 對香港來說是否有新的政策 有些管治的方法 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效果 裡面也有泰陰性 雙門 天任性 顧名思義就說 泰陰是代表一些庇護 關照 還有一些暗藏的計劃 剛才說到新人士新作風 也有些隱藏的新的政策 雙門也代表一些競爭對手 或者一些土債 土債 天任性也是一個吉星 是貴人 主權力 也說會不會有些有權有勢的人幫助我們香港 有權有勢的人幫助我們香港 剛才如果真的在五、六月那裏可以搞定這件事 希望六、七月就有一個新的推進 對香港人說 現在最慘的香港就是 不動 站在那裏 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很多朋友跟我聊天都覺得香港現在不進 就是側退了 很多澳門都說要重複香港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們一向都好像比澳門厲害 沒有理由找澳門重複我們 所以覺得會不會有些問題呢 我覺得是挺大的問題 說到七、八月到九月 九月期門本來說是一個 幾家季 幾家季 地營如武 一個格局 覺得有些這樣的訴訟 勞辱之災 會不會剛才說 捉到一些頭領 可能這個月份就判刑了 判刑可能就是說 對香港或各樣的經濟 政治也有一定的衝擊 但是幸好 有六合和道門 天沖聲這幾粒組合 代表六合各方面的和平 大家有不對的就談到對 有什麼不妥的就談到妥 這些問題 道門也有些隔絕 隔絕 或者躲藏的問題 可能就是 有些事將來小事發毛 大事發小事 小事發毛 這些現象 如果對於股票來說 可能在這個格局來說 就會有一點震動 為什麼呢 你剛才說的判刑 那樣的政治環境 都可能有些衝擊 可能在股票來說 有些股票是 剛才在6、7、8月 都有一個升的格局 所以9月可能有一個調整 OK 去到差不多10月11月 10月11月就有一個金家任 叫上格 上格來說是一個頗好的格局 還有八虎、景門、天賦星這些組合 這個格局也是一個挺好的 江武星平、景門的前景光明、美麗 天賦星也是一個文曲星 各樣的財能得以輸發出來 即是財能得以伸展 是一個大吉星 這個組合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吉格 到最後12月 12月在奇門來說 是秉家穴 是人盾 是一個以人為貴的格局 有朱雀、死門、天鷹星 這個死門都是最兇的一道門 亦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12月對香港來說 可能是有一點衝擊 因為大家知道 我之前也說過 庚子年其實是一個要守的年份 要守 要守 即是沒有那麼大的動作 為什麼呢 整個庚子年 因為在19年的幾何年 大家都看到這樣的環境 所有的影響 其實是在2020發生的 即是經濟的各樣東西 現在數據看到是比較差些 所以很多的效果 都是在2020發生 例如財源 但它會在整個2020 不是集中 整個2020 不是集中 因為你都要慢慢舒緩 或者再上升 其實都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在2020年 這個年份裡面 是一個 其實 不能說先跌後升 或者先升後跌 其實整個年 都會升升跌跌 就是一個波浪型的發展 剛才說過的 可能在年中 會好一點點 在年尾 可能有一點動盪 為什麼年尾會有動盪呢 因為台灣大選 沒錯 台灣大選 我們要看這個 對 台灣大選在2020年尾 所以我覺得 整個股市 都是一個上上下下的格局 你說大上大落都不會 因為大落 除非真的中美還有一些爆出來了 或者一些其他 不斷會爆的 不斷會爆 但是這些人都習慣了 頂籠都是上浪 千多二千點 都不會像以前那樣 嘩一聲 四千點啊 五千點啊 這樣跌下去 千多二千啊 二三千 香港都習慣了這種衝擊 所以我估計來說 現在這一刻 就二萬八千 下跌呢 最低可能二萬四 二萬五 或者三萬 這個五千點裡面的波幅 在今年裡面 都是升升跌跌 都是不要說 即不會只有一個向走 都不會一個向 或者大落 或者大升 大升就幾難 大家看到了 大落 我想也不會太差 因為香港怎麼都有一定的根基 其實香港人都憑著我們的變通 或者我們的聰明 我們各樣的飾演能力 我想香港人都很快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了 因為博士說這麼多 最重要是大家要看看 哪一個情況下 它跌 就可能進入 然後哪一個是吉祥的 可能你那時候就先放 其實我們最大體是看這個 如果真的要去到什麼版塊 哪隻股票 什麼什麼好 在什麼月份 那就真的要去購買博士那個 比較詳細的內容 長進版 對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一個 很簡短的版本 會大概幾月升 幾月跌 其實都是 我們剛才說的 都大概看到這個像 沒錯 如果真的要深入講 就要去買一個比較詳細版 去聽 好 今天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到下一節 OK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到 多謝各位支持 如果各位都想好像不漠視地 預測股市 今天你有機會來了 天啟神素私人班 正式照身 歡迎有興趣人士 E-mail到 kdormaster kdormaster at163.com 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歡迎第二節 天啟神素 老師好 大家好 Boxy 我們有個朋友 聽眾 E-mail過來 問了一些關於 股市上的問題 他有幾條問題 我現在逐一回答他 首先他問 有沒有未來五至十年的長渣牛股 可以介紹 因為很明顯 他聽到我們都是很即時性的 是啊 當然不是長期讀 聽眾 因為經常都介紹了 823 66 領展 地鐵 這些很穩陣的股票 等一會我都會介紹兩隻 近年內高息的股票 即派息派高 沒錯 五至十年真的比較長 其實我在節目中也說 其實有三年就是一個 生命運動 差不多一個 生命運動 沒有說可以十年 那麼什麼 難聽說 好像我們以前 大敏仗也會死 是啊 沒錯 可能我們會說 十年前 你會說 可能不拿回風 那不會死的 就是這樣說 但現在 我覺得在這個環境之中 你這間公司又可以 壓立到這麼久 沒錯 首先你所有科技 那些 大家也知道 政治 經濟 科技 紋身 這幾樣東西 是一個 一環扣一環的問題 但最主要就是 他們其實每個都有一個 cycle 再細分 其實每個都有 大家不同的結構 但現在變得很細分 譬如香港這樣 其實我在 2019年的年頭 我們不是說 2019年可以買樓 應該會有個 趨勢會跌 那時候我們都 不斷介紹給大家 但是想不到聯絡這些動亂 即是我們應該是這麼說 跌 是有跌 但是我們沒有 預測到 原因是這麼跌 沒錯 其實現在比較難 看到一個 成因 只是看到 有個像 有個胸像 可能只是看到結果 是的 看到結果有個胸像 還有 看到一些 這樣的問題發生 但看不到 有什麼 導致到的問題 但是看到一個很小的 一個很小的 政治因問題 但原來會引發到 一個 送中條例 一個小小的問題 引發到 一個全面性的 骨牌效應 骨牌效應 所以 有沒有5至10年 我比較難答 我想 沒有一個專家 可以提供到5至10年的 可以說 三年 三年做一個 review 即是說 你三年可能還頂得到 是的 譬如我現在介紹的 823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 通了兩三年 三年前 我們都介紹的 那時候是三十幾元 我最記得 現在去到八十幾元 其實都很壓立不倒 是的 所以三年前的東西 去到現在 你說八十幾元還可不可以入 是的 是可以入 但已經錯過黃金時間了 所以 5至10年 比較難一點 第二條問題 港股和A股 什麼時候出現牛市 是不是 今明兩年 其實我 又是提回剛才的題 2019年 我們早就說 今年和下年 都是一個比較動盪的時間 所以 所以 有沒有出現牛市 我已經出現了 港股 已經跌到一個低位 如果你在低位 這樣撈到的 26,000多 現在撈到的 28,000多 升到2,000點 應該這樣說 你說會不會出現牛市 問題就是 如果 它是有這樣的聲勢 但是 每個牛市 是由1月到12月 是全部向上的 沒錯 你不可以這樣 裡面都要跌跌跌 上上 跌跌 但那條Curve 是正在上的 現在 應該是低位那裡 下了 現在已經向上了 現在已經向上了 所以 你可不可以補足這些位 留意聽這個節目 其實都說過了 接著一提 就問 丙五年 即是2026年 是否會出現 美國金融危機呢 其實我 我節目都說過了 其實美國現在 的責券 含有一個不暴的問題 其實 沒有那麼久 2026 2022幾 都可能有過金融危機 為什麼 你看到 川普這麼發窮惡呢 其實 過中原憂 大家都 細鳥裡面的滋味 都知道 為什麼他這麼發窮惡 因為他沒有錢 沒有錢 就要發窮惡 沒錯 其實他的bubble 應該是這樣說 他根本就已經在 沒錯 其實他一向都是一個bubble 我可以這樣說 一向都是bubble 只是舊時 他找到蓋蓋 蓋蓋 沒錯 現在的問題就是 找不到蓋蓋 即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要瘋常加瘋 沒錯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原因 所以說 2026 我覺得 不需要等到2026 早幾年都可能 有過金融危機 其實我早就說過了 跟著 跟子年 是60年一遇不好的 股市會受到其影響呢 跟子年 其實也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 你說是否一個 60年一遇的問題呢 我覺得又不是 因為坊間有很多說法 逢狗必必必必敗 現在真的是逢狗必敗 逢狗必敗 大家都看到 問題是什麼 我查到一些紀錄 跟子年 他有這首詩 他說 太歲金子年 人民多佈卒 春夏水淹流 秋文憑機殼 高田油拌及 晚韜無可覺 換句話來說 以前的跟子年 多數會發生一些 糧食飢荒的問題 黑糧食飢荒 對 因為有水來染 可能有紅樓 所以令到米田失修 晚韜無可覺 即是沒有東西可覺 即是豐收 即是沒有糧食 所以會有這些問題 但如果現在用這句 演繹到現世代 就很少機會 會有糧食問題 那都認了 但如果 會不會下股市 這種說法 會影響什麼呢 其實都認了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的數據 失業率由2.9 現在升到3.45 現在聽聞海洋公園 要炒油 要財源 凍生 正常 迪士尼一樣 大家看到的數據 他的生意跌了四成 或者一盤生意跌了四成 所以 我想他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就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各行各業 其實都是一個 變成一個 因為有暴動問題 變成一個很大的隱憂 很多有聽說 過了年有些 炒油高潮 很多都會接到大順風 其實過了年炒油高潮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 比較 我不覺得這個 是一個十分可怕 因為簡單來說 最可怕是 過了年就離開 因為其實 以前在香港 現在少一些 以前在香港 一個年 撿了那一招 之後 就突然就 沒有了 就走了 有了飲食業 遣散費 都沒有了 以前我們經常聽新聞 雖然這些 我們現在暫時 在香港來說 就少了這些情況 但我不知道 會不會 可能有機會 現在的人 就是頂住頂住頂住 可能拿完再一筆 就先走 也會出現 剛才說得很適合 傳統的飲食業 因為大家知道 飲食業是收cash 但貨就收了 換句話來說 其實他就贊賺了一些 街數 就可以一招 一招就能走 可以 其實 那比我還說得很對 以前真的是這樣的例子 但現在我覺得 僱主都比較有良心 就算是 走路後 都會賠足的 遣散費給員工 但問題 一定有一、兩個 十個 為什麼有兩個 那是僱主 怎麼都有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現在已經 反映了數據出來 所以 六十年一遇 我又不是說六十年一遇 但問題是 真的那個情況 是挺外列的 我們才爺都出來說 現在是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香港 都沒有試過 這樣的負增長 現在就開始來了 所以真的是一個 你說經濟受到損害 股市也難免說 一定會有 一些 negative impact 股市有外來的資金會頂 但你紋身 你未必有外來的資金 去這樣做 但股市也不頂得這樣 因為真的很多要業績 反映的數據 雖然說 現在整個香港股票 差不多六七成就紅醜了 沒錯 紅醜是來頂 但他都會顧著自己 他自己都不太行 他自己都 國內的情況 都是有很大的隱憂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他很多工廠都倒閉了 所以他自己都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你說會不會是什麼 都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然後他說 樓市過了百運會不會下跌 因為現在跌下來 有跌下樓的感覺 其實我樓市經常說 今年年初已經說 今年已經開始賣樓了 如果你有錢的話 就可以賣樓了 明年有錢的話 可以接 樓市會有一個健康性的調整 健康性的調整 因為這樣一個大跌 我覺得不會跌 雖然跌了 跌了十幾% 我想問健康性調整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逐漸反映了本地的需求 供求的一個平衡 因為以前大家都知道 很多 用來炒的 其他的資金來香港就炒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銀子的效果 人資多 自然要出路 香港是一個正好的 最佳投資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樓永遠有需求 第二 利息永遠都是這麼低 等於無本身理 所以很多投資者來 一定是第一時間來香港 賣樓 現在說樓市跌了 因為這些熱錢 開始慢慢走 第二個問題 反映了本地的 就是一個供求的平衡 你說大跌 我覺得是不會大跌 為什麼呢 香港永遠都是 地少人多 這個永遠都是 白運之後 去到九雲 九雲熟火 最重要的是 就算不買賣 香港的租盤 都是一個 一定要租的地方 沒錯 沒錯 還有香港 反映了 其實 那個 真的 自治物業 數字都比較優良 是 優良 不是很多 不是說 是一些 炒家來的 其實大部分 都是自己的業主 所以你說 八運過之後 九雲 九雲 是屬火的 五行來說 就會消防火 消防土 所以你說 樓價會不會大跌 我覺得看不到 有這樣的因素 第一 在原學上 看不到 有這樣的現象 第二 實質的數字反應 也看不到 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樓市跌 其他都會跌 沒錯 最重要是 你不是說 只樓市跌 只樓市跌 不健康 其他的數據 其他的數字 都告訴我 出口又跌 什麼又跌 失業率就升 這些大問題 已經反映了整個 經濟在調整 好像財爺說 有下行的風險 樓價跌的很正常 所以 所以我們19年開始 都說 有錢的可以買樓 最重要 都是那句 有銀彈就可以了 有銀彈就可以賣樓 但最重要的是 銀彈是 你一個長期的負債 所以要看著荷包 要是你的銀彈是 大炮 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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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是長期負債 多少 我全負債 我全負債 這樣就行了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 如果你是貸款 買樓 而且市道是差的話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去還貸款呢 因為貸款會變 食口會因為市場會變 我們之前不是經常聽負資產 那就是這樣 沒錯 我認識一些典型的炒家 很厲害的 他在座用十幾層樓的按廳 他的理論很厲害 就是槓桿理論 就是一層 他都很積極的 早期一層就供滿了 供滿了 一層就變成兩層 兩層就變成四層 四層就變成八層 就是一個倍數下的 這些炒家多數很容易輕 沒錯 所以他現在都在減持自己的物業 當然是一些location好 其實物業最重要是說location location好 自然房子的值一定不會跌到哪裏 第二個租盤 也真的有市 第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銀行都順利 銀行最怕不順利 就是call loan 當然 這三個 factor都是好的 所以他覺得這層樓是直租的 直租都出去 租都出去就不用怕沒有錢 沒錯 沒有錢就去那邊 對 最緊要就是這樣 最怕你選一些 譬如說 為何偏遠地區 偏遠又很貴又很租 很貴租 很簡單 兩萬元一個租的地方 給你十萬元租的地方 一定是容易走的 沒錯 意思就是這樣 沒錯 偏遠的地方 為何銀行會比較容易保守 是 因為他覺得租盤租不得這麼暢順 所以他覺得租盤租不到 自然你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包你頂不順 所以銀行會有些 他自己也有關心 對嗎 譬如說一些 藍醜屋苑 因為他真的有 有家 有市 還有有租盤 沒錯 租盤真的不休 差不多這頭走 那頭走 那頭來的 所以 問題是怎樣都要住 沒錯 租盤通常都是 交通比較方便 買東西比較方便 還有學校網絡 OK 多數都是這樣的 基本配置 對 基本的網絡 所以銀行都會看這些 所以 我這個朋友 多數都會選這些 藍醜屋苑去炒 不是炒的 是一個 持有 就是一個投資 都是對的 OK的 他現在都減持一些 比較遠的地方 或者比較大 比較貴 難租出去 他都在那裡 reform自己的 所以 其實炒樓和炒股 比較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的 概念 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 錢 應該是錢 用多些 沒錯 樓的成本會比較大 就是付出的成本 會比較大 每個人的炒股 都不同 所以 這個 所以 回應了這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大跌呢 我這樣 不會 因為我都說過 如果跌下去 不單止是整個樓市問題 整個銀行都有問題 因為他有很多 那些負責有出的成本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大的 有問題 他也是很大的問題 即是負債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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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有問題 整個香港 都會有問題 所以你說 香港會不會給大跌呢 第一 香港也不會給大跌 國家也不會給大跌 就等於澳門的賭業 沒錯 如果你說 會不會澳門有一天 賭場全本側落 那其實 澳門不會讓他這樣做 沒有 沒錯 不會讓他這樣做 因為一倒閉 就整個香港玩完了 香港玩完了 我猜 現在雖然 這個五役仔 都什麼 但是 我想他都會出手救 一定會 他都不想香港 所以 這個回應的問題 就不會大跌 調整 一定會的 怎麼會不會 因為什麼都有調整 所以就說 趁這一兩年 如果大家手上 有些 什麼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職業 但是 都最重要的是 他剛才說過 要看看自己的 長期付制能力 抗跌能力的問題 所以 大家考慮一下 好了 回應他所有問題 希望答到他的 意思 希望他 都得知 可以 有自己的準備 沒錯 我們 今年 已經剛剛 2020年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我都未 祝大家 新年進步 希望 2020年 大家有個豐收的 即是說 股票 無論是投資 各方面 都有個豐收的一年 當然 我們傳統 都要說一下 2019的回顧 沒錯 沒錯 我們看看整個 由Day1 到最後一天 大概 股市 或者整個環球 沒錯 這一年 大家都知道 風雲變色 我其實 2019年年初 用奇門的尖聲盤 都跟大家分享了我的 預測 都說今年 也是一個風浪大的 尤其是一個 先跌後升的格局 都出現了 所以 下半年 大家可以 六月份 開始 真的是六月份 這個真的是六月份 發生的 六月份 開始 大家可以 手頭有空閒錢 可以自業 我記得 有跟聽眾介紹過 今年其實 有幾宗大的問題 當然 離不開 香港的暴動問題 大家 有新聞 現在都沒有停過 但是 很多人都馬上問我 會不會 有一天會停呢 當然會停的 怎麼會不會停 Marketing一定會停的 但是 你說 這一年半載 我想 會比較難一點 都會斷斷續續 會持續的 持續到2020年 大家都 抱著一個心態 現在變成一個 香港的文化 本地文化的精髓 一個特色 最關注的當然就是美國 美國 大家都知道 美國總統 長髮叔叔被彈劾 假髮叔叔被彈劾 特朗普被彈劾 因為他其實上場 一直 那個問題 他自己都很心急 是啊 一直都被人 比較負面批評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一上場 都把整個世界 不要說 整個世界 都扭轉了 沒錯 先後 退出巴黎協定 跟他的盟友 歐洲都反台 第二 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搞出中美的貿易戰 搞到天翻地覆 但是他一直 在通俄事件 其實這個事件 一直都未平息 他本來就是按住 他自己也是按住 是啊 他自己也通過權力 炒了幾個魷魚 一些高層魷魚 哪些針對他 立刻炒他 看不出硬炒他 真的很搞笑 基本上是炒人最多的 總統 是啊 沒錯 而且現在這個彈劾 當然是被民主黨 反對他的人 當然是推他出來 彈劾他 有些人問 會不會成功彈劾 我想會彈到 但他落台的機會比較小 彈完就是這樣 彈完就是這樣 彈完就是彈完 我們聽到一個笑話 他是問責制 但不是負責制 他可以不用負責 沒錯 所以你說會不會下台 我想機會比較難 因為他眾議院那邊 就通過了 但是參眾議院那邊 需要三分二的票數通過 這個比較難一點 因為有很多是他那邊 共和黨 沒錯 所以比較難一點 說完英國 說完美國 一定說完英國 英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脫勾 搞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案 就是脫勾 他們的方案就是脫 怎樣都是要脫 怎樣都是要脫 不理你眼遠我都脫 沒錯 不理你眼遠都脫 總之你不相信我也要脫 你相信我也要脫 這樣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的最佳策略 最佳策略 你不要再拖我 總之我脫 總之我脫 你不要理我 什麼問題都好 總之我脫了 你不要理我 我也不理你 沒錯 但是不行 暫時他現在 我們聽到的方案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的方案就是這樣 奸來的 所以要硬著陸 但是很多事情 當然歐盟那邊 不會太容易放過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盟都沒有什麼牙力 就是這樣說 對 是奈他不奈 因為很多事情 其實他強行來他都會奈我 就是你強行來我 好像我不認 你真的奈我 有些事情 對呀 我不給錢了 你吹到我 我說關閉就關閉 那你怎樣 對呀 真的吹他不上 所以真的吹他不上 好了 希望這個硬盡路 不要搞那麼大頭髮出來 因為他雖然說你的影響力 就不夠 就是中美貿易戰那麼大 但是他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其實他的硬著陸 我就是說對香港 或者對中國 其實是不會構成特別大的影響 沒錯 他只會是對歐洲的影響大 因為其實他只是 一個內容就是說 他的硬著陸就是 因為歐盟當然要他 即是說現在你不玩 不玩當然要有補償 就是要有補償 對 沒錯 他現在是不給的 不給沒有影響歐盟的結構 因為英國雖然是直揚帝國 但是他在歐盟 也是帝國 也是有些力量的 問題是 雖然我已經變差 但是你們更差 沒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不想他們連累他 所以他就選擇了離開 是 但是無論怎樣 希望那個硬著陸就不要影響太大 影響歐盟一定會影響的 但是希望歐盟影響得來 就不要影響全世界 沒錯 但是影響到我們 不是沒有的 是少少的 因為影響歐盟來說 也會影響到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的訂單 其實歐美市場是比較大的 對於我們香港出口來說 所以也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大得好像中美貿易戰 就不會 暫時希望是這樣 最後一單新聞 我覺得頗值得香港人關注 就是台灣 台灣大家都知道 很快就選總統 沒錯 大家看到電視也應該有很多蝙蝠介紹 台灣現在的候選人出來說話 很多人就是拿香港來做什麼 沒錯 就是看的時候你會看到的 對 拿香港來做一個話題 一個兩制的示範單位 就徹底失敗了 所以給台灣一個挺好的話題 給他們做一個政治上的話題 台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無論是綠營藍營 誰選出 其實對於香港來說 都是有一個 好或者不好的影響 好的當然 如果是氣氛可以改善 那樣東西 當然跟香港可以有一個緊密聯繫 但是如果不好的問題 再繼續發生 香港其實都是處於一個 尷尬的位置 所以台灣雖然在政治層面 其實都對香港有一定影響 無論是各樣的民生 各樣的什麼 股票一定會影響到 如果有什麼風吹衝動 香港一定會很難獨善其身 大家就知道如果真的 評估過了 如果真的中國沒有收回台灣 香港就第一個組養 為什麼呢 聽說有些飛彈對準香港 是嗎 是啊 我們都是基於攬炒的 一個概念 大陸一定攻擊不了 但最好的攻擊是誰 就是香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最近不是已經是福建 那些沿海 是啊 其實已經是佈了陣 那邊已經佈了陣 即是說 一些地對空的截擊飛彈 哦 即是佈了陣 即是說 你應該打不到福建那邊 佈了陣 唯一可以最快最直接的 就是 射過來香港或澳門 哦 簡單來說 香港沒有防禦 是啊 即是他不是沒有對準那邊 是啊 但你香港沒有防禦 是啊 整個中國海航線 其實都在近台灣 已經有防禦 哦 這是一些人說的 但真正是不是呢 我就很難說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台灣第一個都在香港 發明 沒錯 其實在台灣 在香港還有一些 單位在 沒錯 沒錯 所以都希望台灣能夠 平平安安地交接 或者有什麼新的 賣向前 這是到時才算 對 到時才算 因為到時都會有什麼 氣候和新的改變 大家都 再為大家去分析一下 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來到重點 深水股票 即是剛才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提過 可以比較長的那兩隻股票 是啊 今天就帶了 首先介紹一下 我 即是預測兩隻股票 再介紹兩隻 可以長渣的 總共有四隻 哦 總共四隻 四隻 第一隻就是 就是 這個 6833 6833 氫科 容 醫學 醫藥 即是醫藥股 這隻股票 今天收報了 0.325 已經升了10% 已經升了10% 這隻股票也是一個 冰寒水冷格 所以大家在 股票選擇 可以選擇這些 因為當時只有零 5-10% 有一個月的時間 沒錯 第二隻就是 1281 龍基太和智能能源 是天然能源 是智能能源 智能能源 如何是智能能源 即是優化 例如OLED的光管 可以減能 減產 這些智能能源 收報是0.345 0.345 錄得已經升了10% 又是10% 這隻有一個專王格 屬於水 所以現在是當時得零 也是5-10% 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 我 一開始提了兩隻 可以比較長渣的 對 兩隻 到現在 這一刻 都是派息 比較高一點 去到百里 百里式 第一隻就是6033 6033 電訊數碼控股 他是做一些電訊科技 以及營銷管理 市場推廣 新手機 即是說 那些手機 他這麼多年 自從 2016年 到現在 收入都比較穩定 以及比較穩健 2019年3月底 他錄得 正收入是12.4億 港元 他平均每年的派息 高達8% 所以是百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都回應剛才的股票 千萬不要 5-10年 這些股票 因為電訊的 cycle 都很快 很多東西會影響 即是科技 或者政治 或者牌照 各樣東西 其實政治都影響牌照 沒錯 其實每一兩年 都檢測一下 它的 performance 各樣東西 因為5G的技術 都快要偷出 會不會在5G技術 大的潮流下 會仍然可以 這麼好收入呢 大家真的要想想 大家聽到四隻 還有一隻 就是5-400 深圳高速公路 深圳高速公路 這個擺明是收租的 每多橋都會付錢 這隻我比較穩健 為什麼呢 除非真的有大的變動 不是你經過那條路 一定會付錢 即是收租路 而且深圳這幾年 除非有另一條高價條出現 我想也挺難 真的要開掘 投資也挺難 所以深圳這幾年 高速發展 車流量多了很多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盈利 一定有穩健的增長 每年的收益 每年的收益有22億 佔了80% 全部都是收租 其他就是物業投資 房地產開發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 相對來說 Industry 也穩健過 剛剛我介紹的那隻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股票 持久一點 可以讓大家想想 之前的兩隻是快的 這兩隻可以投資久一點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最後一個環節 有朋友問我 他跟朋友合作做生意 好不好 報了9534 9534 9534 我看見這個號碼 覺得 合作的夥伴 不止你和他 應該還有些人 其實他那個朋友 是代表了兩方的 等於是三個派對 但是他 朋友是跟他接觸的 另一個派對就沒有跟他接觸 但是整個派對 都是三份人的 那三份人 看回合作的投資 應該是有利可圖的 有利可圖的 那就是 看一下他怎樣 但是最重要 就是因為 你還沒有跟第三者 還有第三者去聯絡 其實 應該大家 就談好條件 就是 當然 要寫個歸文 總之 先小人後君子 沒錯 那歸文最重要 就是 通常人說 最開心就是 賺多錢就怎樣分 沒錯 但不會說 虧了錢會怎樣 沒錯 通常都不會說 虧了錢會怎樣 真的不玩 要不要 要不要 或者大家的能力去到什麼 那這些問題 就真的最好是談好 沒有免得 到真的 問題發生 就白面 又有什麼不密 那真的慘 看回合作 是有利可圖的 可以值得去搏 所以就勸他 就說 我說歸文要寫得 齊全一點 開心就怎樣 不開心就怎樣 不要只想開心 要想想不開心 就是這樣 沒錯 好啦 這位朋友聽到之後 希望幫到他 他自己小心一點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至 K-Door Master at 163.com K-D-O-O-R Master M-A-S-T-E-R at 163.com 多謝各位支持